记者徐盛伦新北报道,好身手却用错地方。 31岁男子陈百学长期至新北市中和明德陆某卖场送货, 月前他潜入店长办公室偷的骑手机,皮夹, 被他发现手机没锁且有卖场监视器远端监控, 他遂利用远端监控,加上其海军陆战队退役的好身手, 攀爬窗户入内开启保险柜, 就这样偷走现金约110万,警方长期搜证, 23日中将其逮捕,警方调查,陈贤有窃保前科, 他在磨走店长手机后就不断研究, 终于被他摸进卖场人员上班作息时间, 进出货时间,监视器死角, 更看出保险柜藏有大量现金及开启保险柜值密码, 即此开始计划行切, 陈贤先于上月19日晚间60曲, 致检巴路偷了一辆脚踏车隔日, 20日,晚间80, 骑驻脏车来到卖场, 接住从卖场周边置放的杂物, 一路攀爬到二楼, 从窗户进入后, 他接住进入天花板内, 再一路爬到店长办公室, 就这样开了保险柜, 偷走110万, 店长隔日上班查看发现球大, 赶紧报警, 警方连续调阅三日的监视器, 最终掌握陈贤杭宗, 随于陈贤躲藏的胶囊铝店埋伏, 所幸是胶囊铝店, 警方说, 由于床位限制陈贤矫健身手, 因此顺利将他压制并带回警局, 陈贤到案后也向警公称, 因为见到庞大现金, 加上自是是海陆退役身手了的, 且他还套了电影警匪片的毛线头套变装, 觉得计划天衣无缝, 没想到还是被抓, 警方顺利追得花生的脏款八十余万, 讯后, 警方一切到最先, 将陈贤移送法办,